OK 我們回來 繼續喔 每天有 學不完的東西 你看 而且很多 挖不完的保證 網路上什麼都有 你想不到 你想不到 都有 其實之前有一個網站叫 How to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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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然後他把它壓縮 叫How to say How to say 在這個網站其實也可以打一些字進去 我們試看看 就說這個字 好 他就會找最相關的 好 就出現了 Psychology Psychology 好 我們就可以找找看有沒有相關的 好 後面去掉 Psych Psych 它沒有連P的發音 好 Psych Psych 對 我們剛剛找到希臘文的發音P是有發音的 OK 好 所以這個字各位可以背看看 好 第一 因為我們不是那個完整的智慧課 就是 所以我們就不背了 要不然在一般我在經上智慧課的第一堂課 我會讓每一個同學把這個字背起來 好 不然我這個再預告一下 我去清楚演講 用這個用在演講效果非常好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覺得不可能 不可能 其實在短短的兩個小時的演講 你要傳遞太多的訊息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我認為在一個演講當中 第一個如果要讓他對英文稍微有興趣一點 比以前更有興趣一點 那已經很厲害了 第二個他可以打破以前的思維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思維其實是關鍵的 也就是他認為這是不可能背起來的啊 我們透過步驟1、步驟2、步驟3、步驟4、步驟5 唉唷 我竟然背起來了 這時候他學英文就會覺得超簡單的 所以這是關鍵中的關鍵 OK 好 回來 那是0.0記得 各位如果字根消化到一個程度 需要的話更好處處 好 1.0我們從頭來看例句 先聽單字好了 第6 第1 Try hard Try hard to resist the impulse of curiosity 哇 純純運動的好奇心 這個impulse其實來自於脈搏 脈搏 這個pul來自於pel叫驅動 那驅動人的是什麼 心臟 心臟疏張壓、手手壓壓 所以靜脈跟動脈 兩大循環的系統 這樣子是impulse 再來有一個叫衝動性購買 叫impulsive buy 在消費者心理學裡面的專業名詞 這個pulpulpul其實跟那個pel pel 是不是跟 pel 你看一下 跟驅動有關係 還有一個叫pulpulpul叫驅動 它的白話英文叫drive 它有一個thrive 繁榮興盛也是類似的概念 thrive就是往上發展、往上生長 所以植物各位有沒有種過地瓜 或者種過綠豆 有嗎?應該小時候都有吧 綠豆這樣一小顆 它那個可以長多高? 十公分喔 那天我兒子、大兒子從學上拿了幾顆綠豆回來 老師用棉花上面種綠豆 哇十幾公分高 超厲害的 然後前幾天而已 前幾天我媽媽拿了一個那個地瓜 紅地瓜 因為已經發芽了 不能吃了 所以為什麼發芽不能吃的地方? 因為有茄陵毒素 烤湯還有什麼毒素? 茄陵毒素 茄陵毒素 那個茄陵會怎樣? 神經毒 神經毒喔 那麼嚴重 所以茄陵會神經系統會受損 對 好嚴重喔 就是發芽東西不要吃 發芽東西不要吃 OK 好 感謝你 你看他超專業的 結果後來才三天吧 長得比那個大概差不多30公分高 他把那個玻璃給裡面 然後用一點水 就這樣長很高 植物不能往上長 不就是驅動嗎? drive drive 那thrive 所以當然這個thrive 我們講什麼? 植物很繁忙 我們講什麼? 經濟很繁榮 我們都用繁這個字 因為代表多的意思 下面有個字叫驅動 一型叫propeller p-r-o 往那邊 往前面 propeller 驅動 然後下面不斷往前驅動那個東西 叫螺旋槳 一型叫propeller 很簡單 國旋槳 不熟就拍一下 不熟就拍一下 我們剛剛有開始點名了嗎? 有嗎?好 現在應該不止這幾位 還沒點的趕快給上去一下 好 那我們看這邊下面 所以curiosity 這個cur 其實跟關心在意有關 這個應該我們有講過這個字根 因為這兩個字根都蠻重要的 我們順便再複習一下 cur有兩個 一個叫做一型叫cure care 關心跟治療 其實跟在意有關 好 那下面同一個字跟的樣子 跟發音不一樣 提醒一下cur cur 變什麼?轉動 轉動 因為課程嘛 對不對? 那課程是一個過程 重點是過程 所以參與非常重要 那為了你的事業不算的奔波辛苦 來請一下curring 所以很簡單 cure,care,cur,course,curring OK,就這樣 OK 那我們這個 在今這邊的課程 應該是到6月 順便預告一下 這個過程已經到了今天第11堂了 所以快要不半了 下禮拜是6月4號 對吧 6月11號 我們在今這邊的最後一堂課 是6月11號 OK 注意喔 注意喔 這個有上課的同學 一定要把這個記起來 然後6月18號 我要請假一次 這之前在君主有提到 所以6月25號開始 我們就到哪裡去了 師大 師大詳細的地址 你知道嗎 知道 教室知道嗎 還是要問Messon 所以師大那邊詳細的地址 教室 我們到時候請Messon提供 這是 所以18號會休息一週 然後6月25號到師大去了 趕快討記一下 老師6月11日是端午假期 好,6月11日是端午是不是 對 好,那到時候我們看 看同學的狀況群組裡面統計一下 好 11我看一下 其實那個上次有到那個課表 沒有同一個課表 喔,是喔 課表我看一下 有那個 有把他叫過了 這個 哇,太棒了 這誰做的? 雅霧 來,掌聲鼓勵一下 太棒了,太棒了 OK 所以有直接叫過了嗎 對 欸,所以6月14號也補班嗎 對嘛 對嘛 那就連休三週囉 所以意思是說今天是5月的最後一檔課 對 然後接下來直接6月25 好,意思就是說這邊沒課 對 好,不好意思,我來撞框框 好,謝謝你 太專業了,太專業了 好,所以更正更正 所以今天精英最後一檔課 然後6月25直接到師大常課 OK 好,結束 好,回來 第一個,以前叫resistance OK 抵抗,叫什麼resistance 叫resistance OK 我以前教這個樂隊員的小朋友 碰到過一位小學生叫hank H-A-N-K 馬上可以聯想這個字 來自己叫resistance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情緒障礙的狀況 好,那情緒障礙的小朋友呢 你叫他站著 他偏偏要坐著 你叫他坐著 他偏偏要站著 然後那一次呢 那一次剛好好死不死 其實我本來不太知道他的狀況 因為我們一般十幾二十個小朋友 然後那個我們都站起來嘛 而且全英文授課 我們就問說小朋友誰知道這個答案啊 怎麼樣怎麼樣 那我剛開始是暑假去代課 我是假外師 然後呢,就是代課 代課呢,然後就欸,回答問題啊 結果欸,問他一個問題他答不出來 就突然那就變臉 變臉,就站著 反正慢慢玩,還要回答問題 然後突然變,就很生氣的臉 然後我看這個表情有問題 就不是一般孩子沒出現的表情 所以這應該是有特殊狀況 這時候怎麼辦,原因 無法安撫,那是情緒障礙嘛 後來我才知道他是有情緒障礙的 他是吃藥的 對,怎麼辦 結果還是有些人安撫啦 但是效果不大 就說,It's okay, wait a minute 就裝沒事嘛 他說,Okay,George, you can answer this question first 就叫一個聰明一點,然後先回答 然後就點了幾個 點了幾個的同時 雖然表面上我是在問這幾個問題 其實我在想一個超簡單的問題 大家給我丟給他 好,所以問了三、四個之後 我就回答,Okay, Hank, it's your turn 然後問他一個超級簡單的問題 然後他就答對了 因為超級簡單嘛 他答對了,答對了就你知道嗎 他本來準備要幹架的表情 然後突然答對了,就整個冷靜下來 那就坐下來了 對,就是這樣 然後就下課之後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後面有做一個中師 所謂中師,我是假外師嘛 有配一個中文老師,叫他們中文老師 下課之後那個中師就到全校的那個 全校去宣傳 他說Gabry老師是我碰過唯一一位老師 可以處理這種狀況的 他說之前所有的外師碰到他這樣 全部都把他拉出去教室 OK,因為第一個 他們可能不理解他的這個狀況 或者他們不曉得怎麼處理 那我剛好我非常幸運 我有一個教幼稚園的媽媽 教了25年的幼稚園嘛 所以她常常會跟我講 這個最近的小孩有過動啊 有情緒障礙啊,有什麼狀況啊 我們會教了一些這個教學法 或教育學面的東西 那我就聽過一個東西叫融合式教學 融合式教學就是越有狀況的孩子 你越應該把他放在正常的狀況 去讓他跟大家一樣 如果越有狀況,你越把他抽出來獨立去 他反而會變得越奇怪 因為他反而沒辦法跟大家融入 所以那一次我就剛好閃破這個東西 然後我就嗯,好,那就不能把他拉出去嘛 然後就簡單的安撫一下 趕快想一個超簡單的,然後回來 然後他就冷靜了,冷靜了就坐下了 然後那個中師後來就去幫我宣傳 他說Garry老師太厲害了 他怎麼會這麼快就擺平這個孩子呢 你這樣把他安撫完之後 又讓他回答一個問題 又讓他坐下就很開心了 那以後就是你的粉絲你知道嗎 Hank就變我粉絲啦 Garry is coming 他多high 等於他回來就很開心了 接下來你就送什麼?恐龍貼紙啊 什麼汽車貼紙啊 什麼什麼 就是開始那個交流嘛 要交流才會交心嘛 所以後來就變成麻吉 所以就這樣 再一直resist 要不然的話 你叫他坐他便要站 你叫他站他便要坐 所以你就沒辦法搞定他 然後這下面第一 這個102 好,所以就叫Sonic Sonic Sonic Boom Sonic Boom is adjusted from 1952 好,被證實 你有沒有發現 被證實這個字其實很簡單 因為它中間就哪個字啊 就TEST 那AT我們講過啊 ATT就去嘛 所以去測試一下就是真的 欸,是真的嗎? 去測試一下 我剛剛講了 測試、優化、測試、優化 不斷地測試跟優化 你的人生也是不斷地測試跟優化 那另外還有一個循環叫做PDCA PDCA 這應該有講過嗎? 沒有嗎? 沒有的話趕快拍一下 持續改善的循環 第一個其實叫Pain Do Check X OK PDCA PDCA 不斷改善的循環 Azure Ryan 有繼續在練習題目嗎? 用嗎? 每週嗎? 200題嗎? 沒有 好,所以沒有持續 沒有持續 沒有持續 這是重點 好 Jenny,看你的時間喔 好 你不是半嗎? 對不對?好,注意 好,所以在名字 Pain To Check X OK 好 我們年底 現在是移到年底了 就是太忙了還是不舒服 所以年底 我跟羅主任說 因為大運同學要帶同學出去 練習英文順便度度假 所以我們應該是年底應該是澳洲 因為紐約聽說太冷會下學 12月 年底要去澳洲玩 應該是七天八天做的行程吧 在一個非常放鬆的地方 好像叫Hamilton 和米爾頓島 對對對 反正就是一個養豬的行程 Relaxing Relaxing trip OK 重點是鈔給你 多少錢你知道嗎? 幾百天 兩、三萬塊台幣而已 七、八天 加起來加機票一定會還 加起來就是四萬塊左右的預算 就七、八天還滿開心的 好,所以在名字 歡迎你 請請 羅竹人還說他看到一個15天了 我說我們大家上班族你知道嗎 說請個15天可能會被老闆拜 我們還是要顧一下上班族的時間 說一個禮拜已經很誇張了 不然他想去15天的 那個 我們的新鎮有一個特徵 就是天數越多越便宜 他還看到一個24天的搭郵輪的 搭郵輪的24天不到10萬塊 台幣不到10萬塊 如果天數來認真超便宜的不到10萬 你可以去算一下 以你出國旅遊的天數來講 一天大概就是台幣5000到1萬 通常出國去旅遊 一天的花費 時宜住行等等 大概就是5000到1萬來算 你看他24天郵輪才不到10萬塊 正超便宜的 正超便宜的 好 所以回來 請看 所以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到時候問多主人 很多人有要去嗎 有嗎 不一定 不一定 好 再來 第1 下面一起念 Supersonic Sonic 帶了Resonance Sorry Resonance 好 Resonance 中間還是S-O-N 再來 Dissonant 不和諧 不和諧 不一致 好 所以 Sound Sound 那我們剛才講那個Noise 噪音 Voice 人的聲音 所以後來有個字叫Vocal Vocal V-O-C-A-L Vocal Vocal 然後你看喔 那你把Vocal這個字打進去 Vocal Vocalize Vocalize Vocalization Vocalize 有沒有 通通就跟發聲有關嘛 所以很簡單啦 所以後來Vocalize Vocalize 就是這樣來的 那從這個字我們再延伸一個字 有一個字跟你的職業有關 叫做Vocalization 對啦 聽一下嗎 Vocalization 來 請一下Vocalization Vocalization為什麼是職業 你會發現它有一個意思叫使命 所以我覺得這個字比較好的翻譯 應該翻譯成天職 天職 李白先生說 天聖我才必有用 就是講Vocalization 每個人一心都有他 這個可以如魚得水的行業跟領域 所以我常跟同學說 我們每個人 這其實是希臘神廟前面寫的一句話 就是我們每個人一輩子要做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叫做了解自己 這個很有趣 了解自己 因為我們出生的時候都沒有副使用說明書 副 到底你能幹嘛 不知道對不對 誰知道啊 這就是透過不斷地測試優化 測試優化PVCA 我們就可以讓他們越來越了解自己 Donna 你到淘節多久了 3月去現在很久 345 兩個多月 感覺如何 你在什麼部門或職位 現在還蠻在受訓 那還蠻開心的啊 那不是乾領薪水嗎 就還是會有 因為我們叫美中會很好 支援勤務 OK 那不錯啊 對不對 學習不是很開心嗎 人家付錢在我們學東西 不是很棒嗎 像我們去公家機關 他們休息半年什麼事都不用做 然後就上課 OK 休息半年什麼事都不用做就上課 然後老師來幫他們上課 然後就唸書 當然要考試啊 對 國家出錢 講白話這種納稅人出錢 他們就休息什麼都不用做 所以還蠻開心的 但你一直Vocation Vocation 叫使命 沒有人想進那個國家單位 因為不曉得出了這個訊息 那個台電台 還有中國石油 還有台水是不是 就是四五個那個國家單位 要聯合真親近員工 大概700多人吧 700多人 我今天找了一下訊息 播到尋處好了 那個立華再提前給我一下 昨天要播 不知道忘記 真700多人 就我在台電當兩年 那個英文顧問秘書的經驗 現在裡面有很大的斷層 很大的斷層 為什麼 因為上面的人都差不多要退了 都是幾年的年資 然後都準備要退休了 很多業務沒有人接手 所以我認為現在進去是一個很好的timing 因為不管各方面條件 你能夠晉升的管道等等 如果你是五年前 十年前進去 可能沒有那麼多機會 因為都還卡在那個位置上 但接下來會有一大波 一大波 所以我覺得那是很好的timing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到時候參考資料 好 然後這裡是Vocation Vocation OK 好 下面回來 這裡是Prospect PRO 往前 PRO 往前 SPECT 看 不斷地往前看 這裡是Prospect OK Prospect OK Prospect 來立句啦 The Prospects of the car industry are brightening 汽車工業 請多看好 下面 Inspect Inspect Aspect Specious 華而不熟 這個BRO往前 往前 像最近這個股市分析師 對蘋果電腦的iPhone銷售量 Prospect 並不適合看好 OK 所以這個台灣相關的股票 蘋果光系列 所以跟蘋果平組件安裝等等有關的 就是在臉上 但是有一些很有趣 大部分的公司因為蘋果股價在跌 有一間公司因為蘋果在漲 哪一間 萊姬燕 怎麼會這樣 日文叫 どうして 雲雲韓文呢 你不是在學韓文 韓文的為什麼有學了嗎 韓文的為什麼 叫什麼 啊 叫什麼 叫well 對 就為什麼 韓文叫well 這麼酷 這不是英文語註詞嗎 well 確認一下吧 確認一下 因為你在學啊 學了要用出來才會真的有用 還在上班一課 還在上班一課 OK啊 但請問你可不可以上網找資料庫找詞典可以查得到啊 對不對 就你要有這個取一反三的能力 說老師你只要發音我只會發音 那就只有學會那個而已 延伸一下 來請問一下spire spire 那天我忘記在哪裡 禮拜四前天 禮拜四在企業當顧問 然後呢 我就跟他們講一個叫殘廢論 有聽過嗎 殘廢論 沒有 殘廢論就是你要讓你的主管變成殘廢 好 不要打主管 好 讓主管變殘廢的意思是 你什麼事都幫他想好 到最後你就變成他不可或缺的左手或右手 當你變成他不可或缺的左手或右手的時候 他被伸上去的時候 他應該會帶誰一起上去 帶你一起上去 因為他不可或缺的左手或右手 好 所以他失去你這個人幫忙之後 他就很麻煩了 所以他只好把你帶上去 只好別無選擇 但前提是你要先讓他慘廢 就是你要先幫他想好很多 所以不是主管交代A就做A 而是他交代A你把ABCDE全部做好了 他就立刻殘廢了 對 所以要讓主管殘廢記得 這很重要 好 代名是spire 下面inspire I-N裡面spire叫呼吸 所以往裡面吸氣叫做呼吸 這是拉丁文字根台語句 努力鼓勵我們 激勵鼓勵我們 spire 後來變靈魂 下面aspire 向往 勵志 好像是紅基電腦 紅基電腦有一個系列叫做渴望系列 有沒有 渴望 渴望系列好像就用這個字 aspire 向往 好 下面一起連spirit 名詞inspiration inspiration 有沒有人去過龍潭還是桃園 桃園龍潭那邊有一個叫渴望園區 就是紅基帶達 渴望園區 就是他們那邊有一個園區 然後就是也是商務中心 也是飯店旅館 然後給人家度假 給人家開會用的 所以企業可以到那邊度假順便開會 好 再來這裡是spirit spirit 這種商務渡假的東西 來 下面一個tel 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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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切割 那切割布料的人 你請一下taylor taylor 來一句 He had his dress made by the Paris tailor 下面retail 叫零售嘛 因為大包裝切割成中包裝 中包裝切割成小包裝 便利超商的那個叫超級小小包裝 有沒有 便利超商的那個櫃檯旁邊 不是有一包二十五元 那超貴的 單元成本最貴的那個零食 就是那個 只有三口二十五塊 還有這裡是retail r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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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coach tel coach 你有買過便利超商旁邊那個小零食的具材 沒有嗎 沒有嗎 有嗎 一會兒買過 都有 都有吧 都有 小零食 對 小零食 那你不會覺得說買大包比較划算嗎 太多吃不夠 太多吃不夠 你看 他就是抓到現代人這個心理有沒有 所以我媽媽也超愛買這個小零食的 然後我說從氣管的角度 這個是最貴的你知道嗎 他說可以吃不夠 那會費啊 兩口吃完 因為現在人就是吃個新鮮嘛 下午茶配個咖啡吃個餅乾 OK了 結束了 買一大包吃不然又浪費 又丟掉又可惜了 不丟掉又壞掉怎麼樣 所以抓到現代人的這個心理 來 上面是telor telor 接下來就兩包八八折 有沒有 他就開始了 兩包八八折 八八折算了 你又省不知道誰在幹嘛 來 下面挑狗子 來 燕偉夫 來 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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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後幾個 好 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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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叫哪 一起叫contain contain 來 下面the jar 這要分開喔 來 一起 the jar the jar can contain ten glasses of water OK 所以這邊切割 主詞是the jar 動詞是can contain 然後受詞是ten glasses of water 所以那是基本的幾大劇情啊 五大劇情 五大劇情中的第幾劇情啊 第三劇情 這個有沒有講過 有啦 有啦 你剛剛知道 五大劇情當中的第三劇情 好 補充一下 所以記得嗎 上一節跟我們講啦 要有單字片語 還有什麼 文法三根支柱 所以這個就是五大劇情 如果不熟 趕快看一下 S加V 主詞加動詞 SB加SC 主詞加動詞加主詞 無語 剛才那個是第三劇情 SBO 主詞加動詞加受詞 所以剛才有同學問到那個是 丞翰嗎 丞翰嗎 丞翰問到那個多一考試 多一考試 丞翰 什麼時候組 組別什麼時候考 七月嘛 七月論考 那現在趕快練啦 因為六月 七月 黃道 好 那除了這個題目之外 其實在閱讀的部分 你目標幾分 七百 七百 現在幾分 五百到五百五 現在五百到五百五 目標七百 進步150分到200分 現在時間有點趕了 不過呢 請問五大劇情熟嗎 不熟 各位 這就是閱讀進步的關鍵 閱讀 很多人在閱讀的時候 老師問什麼閱讀老是卡在 尤其前面40題 好 聽聽進步其實很快 但是很多人發現 閱讀前面40題就是卡關的 最主要關鍵點之一 那為什麼會卡關在那裡 跟這個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如果你懂五大劇情 你會拿這個來分析題目的話 你一分析 他要考我連接詞用 被連接附詞 連接附詞 他要考我關在的用法 他要考我紙句跟紙句 不能用都要連接的名義 例如這樣 那你就會很清楚他要管理什麼 你很清楚他要管理什麼 就可以很快抓出正確答案 反過來 如果你看題目都是一個字一個字 一個字這樣看 第一個浪費什麼 時間 第二個你根本抓不到題目的重點 第三個答案是亂猜的 所以結果當然就考不好 就很簡單 所以這個是關鍵 這個是關鍵 好 所以回來 這個要趕快背 但是我們不是文討課吧 所以各位好好去思考一下 這個五大劇情的部分 問題可以再問 網站也有資料 好 如果你問問題 讓我覺得你以後很用功的話 我再送你其他東西 Extra bonus 好 保證不超隨便宜 來 再念詞 content OK 下面continent tenure content 好 這個變形了一下嘛 TAIN AIA 說變成E 所以呢 t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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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變容量 內容 那這個字在書裡面就是什麼 目錄 content page 這是目錄嗎 這本書的目錄 這本書有什麼東西 就是用這個 好 下面一個彼此寫一下 text tepeta 跟觸摸有關 所以在前面觸摸 我們剛才講過 老鷹抓小雞 OK 好 所以例句 May God protect you May God protect you from home 願上帝保佑你免於受傷 這句話比較難 比較少聽到 比較常聽到的是 May God bless you 所以簡稱 God bless you B-L-E-S-S 如果在國外你聽到 有一個人打噴地 他choo 旁邊如果有一個老外 他就會說什麼 Bless you 對 就是 God bless you May God bless you 願上帝保佑你 好 記得它是閃對一個 me 觸動詞 所以後面那個 bless 就不用加es 但是有人說 God不是單數嗎 應該God blesses you才對 為什麼 God bless you 因為 May God bless you 屬於祈願句的一種命令句 觸徒句 然後下面protect from protection detect 觸摸 觸摸 OK 好 下面tether代表遠 這裡是telescope 所以看得很遠 怎麼近 望遠近 那各位記不記得我們剛剛學了一個 45個字母的單字叫啥 廢細病 對吧 廢細病 廢細病 好 我們把這個字根叫出來一下 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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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關系 通過了嘛 scope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名字叫microscope 很小很小的東西放大來看 怎麼近 顯微鏡 右邊telescope 很遠很遠的東西 拿到你面前來看 怎麼近 望遠近 所以顯微鏡跟望遠近 這不是很簡單嗎 microscope telescope 好 沒有飛過沒有看過 一看就知道 一看就理解 好 重點很好記憶 那個簡體字的拳是怎麼打的 哦 就是有軟體可以改 就是直接打簡體 因為我查那個 還是有時候我想查中文 所以我覺得是要用簡體字才可以 軟體字不能找 真的 OK 好 互比的 又學一張 但是 直接那個輸入碼 沒有 它是手機 手機 對 因為我在微信 那就有人跟我說 有我們師兄就說 這個 抱歉 我看不懂正體字啊 我會請轉換一下簡體字這樣 那如果它正確不懂 為什麼它轉 但是原則上我們都不轉 為什麼 我們是台灣人啊 開玩笑 你這個要用簡體字讓我們看就明白 我堅持 就個別 你看我現在微信有一千多個朋友了 真的會跟我講說 我看不懂情形幫我轉的 目前不到三個 不到三個嘛 對不對 而且請問 是簡體字的文化內涵比較豐富 還是繁體字 是繁體字啊 所以我認為這是台灣人的驕傲 我們要保留 而且這樣一打出來 他就知道你台灣來的 是吧 你就跟其他三十幾個省份的人 就區隔開來的 你一個會跳出來 因為你是台灣來的 所以你打字都是故意的 你知道嗎 我知道有這個東西 但你就故意打翻幾字 然後說一看 欸 台灣來了 那我是聽那個 不知道誰講的 他說對於大陸的同胞們 台灣有點像外國的世界 外國的世界的感覺 就是說到了台灣 這是什麼的 榮耀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到台灣的 這種感覺 as that means a microscope telescope 我大陸進步的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很快 好 例句 he looked through the telescope at the approaching ship 下面電話機 telephone television telement 好 這個是以前比較那個 跟那個數據機那個時代 比較會用到的東西 現在比較沒有人在用 好 最後兩個啦 一請一下 tempo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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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奏跟臨時有什麼關係啊 宜宣 宜宣 節奏跟臨時有什麼關係啊 節拍節奏跟臨時有什麼關係啊 中間的聯想 升華 節奏跟臨時有什麼關係啊 還沒點名的同學 等一下 停頓 好 停頓跟臨時有什麼關係 暫停 節奏跟暫停有什麼關係 其實你講的已經對了 可是怎麼樣反而再更緊密的聯想在一起 節奏 節拍不就是有音樂的地方 也有停頓的地方 有音樂的地方 也有停頓的地方 所以節拍我們可以從另外的角度來看 節拍是由停頓跟不停頓所組合成的 就是中國話裡面有一個概念 所以它叫留擺 留擺 因為那種留擺的部分 導致不留擺的部分就會很有意境 如果整個都畫滿了就沒有意境了 但是皇帝 中國歷代皇帝 尤其清少的特別沒水準 特別喜歡蓋那個什麼乾隆浴場 什麼什麼浴場 都把它蓋滿滿的 本來留擺都蓋滿的 然後下面是temporary 好 所以tempo tempo 跟節奏有關 I said mean Zach has got a temporary job OK 這個很有趣 因為整理這份資料的同學這叫什麼 好像就叫Zack 對吧 D.A.C. 然後那時候他正在找工作 他自己造了一個句子 Zack has got a temporary job 他那時候也說他要當機師 好遠的學生 不知道後來怎麼了 好 所以下面寫一下contemporary Temporary 你之前不是有跟一位同學 也是我們經營這邊的同學說他 他這個飛行時速是OK的嘛 他升多億 你有跟他保持聯絡嗎 所以你給人在乳生那一部的學生 不是嗎 不是 所以又是另外一個 我給我是另外一個 那是另外一個 他是長榮的培訓 那你有跟他保持聯絡嗎 不是說把英文唸好 先把英文唸好 他說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最基本的嘛 那他真的很用功 坦白講他真的很用功 他為了要考多義 然後好像不只是考聽力閱讀 他還去考考錯跟寫作 現在好像都有要求 是啊 是啊 所以你要不要趕快積極一點 PDCA 就是未來他要求指揮越來越嚴格 Timing is everything 前面卡位的很簡單 我舉個例子 我哥哥 我自己親哥哥 他是輔大音樂研究所 第一屆的畢業 他說 哇哥 你很厲害 第一屆的像音樂研究所都畢業 好 我跟你講 我先謝他底 他說我們第一屆沒有規則 所以沒有規則 所以就自己教授說OK就OK了 所以就寫一個小論文 然後辦一場的演奏會 然後教授改分數 OK OK 就畢業了 就這樣 所以第一屆沒有規則 他說後面一屆比一屆困難 因為慢慢的行之有年之 他說我們還多一個什麼學分 我們還修一個什麼課 我們再補一個什麼教程 我們越補越多你知道嗎 要修個四五十個學分 然後他們就開始每半年要舉辦演奏會 每一年要舉辦什麼什麼 然後那哇 就越來越複雜了 所以說 Timing is everything 所以你搶在最前面那個時間 多一的提醒 多一的聽力 所以現在趕快考 考到的分數就你得了 所以趕快時間點非常重要 按照例子 Temporary 好 下面 Contemporary Temporized 最後 Tempo 好 最後一耶 最後一耶 好 安心一下 Extend Ex那邊 外面 T&D 延伸 好 後來參加哪個字 Attent 帳篷哪個字 Tent 高血量哪個字 Attent 現在是朗朗上口了對不對 這些如果朗朗上口 可不可以詞類變化一下 可不可以再延伸更大的群組 對 你不能滿足於這個 就是如果這些你很熟了 你就要再延伸更多更大的群組 好 所以立句 Can you extend your visit for a few days? 訪問時間不能延長幾天嗎 我們有三位股東講師現在在廣州上課 那個東國科亞瑜伽研究院的原始發起股東 行董 其實應該叫行董 就是說你們要不要演幾天呢 然後問他說演幾天幹嘛 他說我帶你們去修行 上次去上古全課的 學那個營銷商業模式還有資本模式 但是他說上完課之後我們要去修行東華寺 好 因為他們最近在 你就發現這些所謂資本家 或所謂一般人所謂的有錢人 他思考的東西跟一般人真的不太一樣 所以有本書說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 就在這裡 我們一般人想賺錢就是賺錢嘛 他說賺錢就是要德性要足夠 那你賺的錢才會留著 所以他說你要賺大錢的話要去修德 要基福吧 其實我之前有一點這樣的概念 但沒有像他們做得這麼徹底 他們所謂去修行 是真的在那個禪室裡面住了幾天 去住了幾天 然後管理是董事長還是總經理 反正進來就是什麼 信眾 進來是信眾的話看你有沒有歸一 歸一不歸一都沒有關係 反正那幾天就是什麼 你看煮大鍋飯 煮水 然後這個砍財 掃地 就看一些這種雜事 管理是什麼人 反正就是變信眾這樣 去修煉你的心情 欸 帝王 如果你在廟裡面住了一來個月 一天到晚都在這個早晚課 掃地 燒財 砍財 燒茶 煮飯 你覺得會不會練到一些東西 會 會嘛 應該會練到一些東西 他們很有趣 我朋友留幾天 來這裡一次 Can't you extend your visit for a few days? 好 那我們台灣人都很急著 就是趕快回來工作 有人在看那篇文章覺得我們要好好思考一下 他說這個一邊澳洲人對台灣人講的話 那個台灣的華僑 然後放在一個澳洲人 然後澳洲 因為澳洲大概五六點吧 孩子都下課了 爸爸都下班了 大家都準備回家吃飯了 然後所以這個澳洲人就對那個台灣人說 你們台灣人根本就不愛嫁 你們台灣人根本就不愛小孩 為什麼 因為大部分台灣的小孩 有六點還正在前往安靜班的途中 爸媽還正在上班當中 你會有煩氣 你會思考 為什麼這樣這樣呢 對 台灣人這樣請問 台灣人的經濟有比較多的 也不一定 對不對 人家澳洲這樣 澳洲經濟有沒有差很多 是不是 好像法國人 法國人很浪漫 但是法國人工業發展很好 人家有幻象兩千 也有什麼 潛艇也有什麼 也都有啊 對不對 可是生活得很浪漫 對 看 今天我們要考這麼類 我們在思考這個問題 在理則 Attent Intention Attention 各位 Any questions? 沒有 好 所以思考一下生命的意義 好 感謝各位那個持續來上課 那所以精英的這個部分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就到師大節了 師大節 師大正確的教室位置 到時候MESA 會養護這邊的提供給各位 OK 有問題可以問 有問題到這兒 謝謝各位 師大正